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揭露真相 这高福一开始带领了他的专家团 替中共洗地说了很多 后面都被啪啪啪打脸的事 就比方说早就说了有人传人的证据 他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 就由于说自己毛这些论文 所以隐瞒了疫情呢 而后又有一些观点 像类似SARS的世界是不会再出现的 这也是高福说的 还有半年左右疫情相关的疫苗才会出来 还有年龄小的儿童 还有年轻人对于新冠病毒 不易感染等等 高福抛出了这些绝论之后 高点侠和穆龟英的节目当中 就对高福的观点进行了驳斥 而后我记得是2月15号左右的时候 就有一些地方的传媒 也是中共的喉舌媒体 就发布了高福被调查的这种乌龙的信息 随后又很快删除还致歉 然后我们机智的战友们 就嗅到丽丝不对的味道 这高福一定是卷入了中共 某些派系之间的政治斗争 最新一集IT不听当中 穆龟英战友就通过老领导 未料的内容告诉咱们 这高福的论文已经被定性成了泄密了 有的人想让他背锅 有的人想让他的命 还有的人在保他 然后现在就爆出 这高福也自己进行了爆料 说他之前是要求中央 要启动二级应急响应的 但是最高层不为所动 反而要求他要有关措施 是不能够影响过年的气氛 这个又和穆龟英战友在老领导爆料当中讲的内容 是吻合上了 因为习近平早在1月7日就对疫情有了批示 具体到底是什么内容呢 咱们不知道习近平你是不是给大家展示一下 因为你的批示不是公开的 据说批示的内容就是一定要控制好疫情 这个事情不能影响这次气氛 从这个事情上小五就感觉 就是替中共洗地做中共的专家 风险实在是太大了 想一想刚刚离世的武汉的林振斌教授 他就是一个肾移植方面的专家 是不是因为给中共的高层换了肾 所以就被感染上了武汉冠状病毒呢 联想到武汉市的武称医院院长刘志明 也是因为感染了武汉肺炎 最后2月18日年仅51岁就去世了 还有一位知名的导演 武汉人常恺一家四口 活活的被熬死 也是因为得了武汉冠状病毒以后呢 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治 没有床位 所以呢一家四口全部离世 这些知名的人士呢 还有医学界的专业人士的相继离世啊 就可以说是震动了整个中共国 对于中共体系内的上上下下 还有包括民间的那些对中共体制还抱有幻想 还在跟中共勾兑的民营企业家都是极大的触动 可以说啊 从郭文贵先生最新的爆料来看的话呢 也是揭示了有一大波的人啊 正在出逃中共国 文贵英战友呢 还说到了王广发 说老领导也是找王广发核实过 他也是被中共逼迫 最后呢是逼迫他说 这个事是可防可控的 武汉的冠状病毒 没问题 所以说啊战友们 这都出了这么大的事了 都让大臣顶帮 这皇帝是一点事没有 继续保持自己光辉伟大的形象 大家想想前段时间啊 习近平从中南坑出来的时候啊 对着外界说 咱们要复工 要不然的话呢 这个经济啊 一直这么受影响是不行的 不能这样的严防死守 我们还是要诸多出击嘛 还是要复工 就这么个意思 然后自己出来的时候 公开露面 这也是自武汉冠状病毒 这个事情 发生到现在的 第一次习近平的公开露面 这王公公咱都还没见着呢 不知道躲哪去偷乐趣了 习近平出来的时候 大家看见没有 他戴的是一个 普通的一次性的口罩 他都没有戴那种防护性的口罩 可现在觉得自己 肯定不会得病嘛 咱们可以啊 因为目归 卓有教咱们这个思路啊 去揣测一下 一个人 这么稀释自己的生命 如此的胆小如鼠 这中共体制的官员 都是如此的 那他怎么能知道 自己戴一个普通的口罩 就能够防护住病毒呢 他怎么就能够这么确定 他自己不会染病呢 那只有一种可能性嘛 就是他手上有疫苗 所以啊 这第一件事 说了这么多呀 小伍就是想告诉大家 自古以来 中国人啊 都是一种很可悲的心态 觉得如果出了什么事 就找一个出事的人 让他背锅 让他顶下所有的罪名 那这个事就过去了 而这个时候呢 体制没有发生改变 所以呢 下一次过个几年 几十年 同样的事情 又会推倒重来 再次重演 不过这一次 中共没有机会了 因为有爆料革命 因为全球啊 已经对中共 厌恶到了极致 所以大家一起 齐心灭共 也感谢中国共产党 给了大家这么一个抓手 让我们灭掉你 然后咱们就要聊一聊 在应对武汉冠状病毒的时候啊 全世界各个国家都在行动 像美国呢 是行动力最快的 第一时间撤侨 并且第一时间 封锁了自己的国门 这样呢 就能够保护了 整个美国本土的安全 那与此同时 也看到了 在日本啊 韩国啊 现在疫情啊 有一种控制不住的局面 也即将的面临大爆发 这就是因为啊 日韩的政府 在应对这个事情上面的 一些反应上的迟钝 决策上的不果断 带来了严重的 可以说是崩溃性的后果 而中共自己呢 作为武汉冠状病毒的 始作俑者 从头到尾 自导自演 自弹自唱 演了这么大一出戏 然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 混乱的政体 一个从上到下乱七八糟 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的 国家机器 现在 婚姻的决定 又有两个 其实之前 木龟英战友就已经 跟我们披露了 老顶岛就爆料说啊 在中南坑内呢 有几派的势力 朝的不肯开交 那其中啊 现在这个复工派 就占了上风 我们看到的事实也是如此 的确是啊 现在要求全国各地的工厂 纷纷开工 而纷纷开工的复工 就导致了 疫情的进度的扩散 大规模的传染 非常赞同木龟英战友所说的 现在的确 都没有做好 跟中共脱钩的准备 可是 由于武汉冠状病毒 全世界的经济 都会受到重大的打击 谁也不可能独产其身 都会感受到 强行脱钩带来的阵头 而和中共勾兑在一起的 这些资本家们 政客们 对于中共还保有幻想的人们 这一次都要挨鞭子啦 有的会破产 有的会自杀 然后赶紧上路吧 和魔鬼做交易的 必然也是魔鬼 中国还要干一件什么事啊 他自己啊 要做恶 做坏事 要杀人 所以呢 他不能让你们看到墙外的真相 会把防火墙建的更高 干脆来个分网 他不是说单纯的断网 因为物理的断网的话呢 全中国的老百姓 一定会反抗啊 大家会走上街头说 他不让我上网了 微信不能用了 游戏不能打了 但是他可以阻止你看到真相 所以呢 他采取分网的方式 把这个VPN的业务啊 进行一定程度的封锁 不知道啊 到3月1号之后啊 墙内的老百姓 和我们墙内的战友们 还能不能顺畅的翻墙了 其实啊 从中共设置防火墙这个事情啊 咱们就能够感知到中共的邪恶了 因为只有三种可能性 他要设置防火墙 不让你看到外面的世界 第一就是 他曾经干过见不得人的事情 不想让你知道过去 第二就是 他正在或者正准备着 要干见不得人的事情 要杀人放火 要做各种各样的坏事了 他不希望你发现 第三 他害怕墙外的人 不管是个人 还是媒体 还是政府 爆爆出了真相的新闻 被你看见 所有的一切 他只会干一件事 就是瞒住你的双眼 就觉得事情没有发生过了 这种掩耳盗铃的事情 还要干多久呢 感谢木贵战友 在节目当中 又给我们 好好地说了一下 到底什么是 freedom of speech 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 可不仅仅是 能够自由地说话呀 它更在于 敢于对于真相的揭示 在美国 如果老百姓 对于政府 发布的信息 有任何的不信任 就有合法的造谣权 这个权力是 天赋人权 是合法的 是有法律保护的 而且啊 在之前的美国政府啊 到记者造谣的这个官司上面 从来都没有赢过 而中共呢 它不仅仅垄断了真相 更垄断了造谣权 老百姓 就算说出了真相 中共都会以造谣的名义 把老百姓给抓起来 进行一个电视认罪 中共就可以肆无忌惮地 自己撒谎和造谣 从来不需要考虑 证据或者逻辑 老百姓如果不相信的 也不能发生 你会被直接分口 这就是中共国的邪恶 而这 这是眼睁睁地看着中共国内现在每一天每一分钟都在发生的事情 还需要否认吗 讲到这里 小五不禁想起了中共国最著名的影帝级的演员 温家宝 还记得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之时 温家宝跑到四川去 这可比今天的李克强小组长演戏演得好多了 温家宝当时啊 在一个高中里面走上了讲台 在黑板上写下了四个字 多难青帮 他让同学们好好地记住这四个字 今天中共又一次提出了多难青帮 武汉冠状病毒这件事虽然是个大事 但是灾难一定会过去的 春天一定会到来的 希望一定还是要有的 因为我们要记住多难青帮 多么粉刺的四个字 那是老百姓来承受 帮是谁的帮呢 这个国家还有一分一毫 属于它的人民吗 属于这14亿的老百姓吗 这个帮从来都不是老百姓的帮 这个国家早已经就被500个权贵家族给掏空了 他们掏空了14亿老百姓辛辛苦苦工作 创造了财富 他们榨干了中华大地上曾经肥沃的土地 曾经清澈的泉水 曾经干净的空气 他们创造出的每一个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超级工程 都是笑话 所有的下级官员只对自己的上级官员和他们的领导负责 这就是权力向上负责 有别于西方民主法治国家 尤其是美国的 权力向下负责 对民众负责 中共可曾有一点一滴 想过为它创造了所有财富来源的百姓呢 莫格林战友所说的 什么叫集中力量办大事 这说的是集中力量办坏事 集中力量杀百姓 所谓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就是集中力量要老百姓的命 在这样一个政党领导下的国家 一切都是假的 所有的都是假 大 空 没问题 给你创造出问题 小事给你搞成大事 然后又可以循环往复的集中精力办大事 集中力量杀老百姓 所以连老领导都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这个体制是搞不好的 独裁专制的中共该退出历史舞台了 今天的节目的最后 小五禁不住 又想到了乔治凯南 给美国政府当时长电报最后的建议 首当其冲的 就是直面共产主义的黑暗和邪恶 就像我们今天所做的这样 直视深渊 并且时刻警惕自己不要成为深渊 直面黑暗是需要勇气的 但是当我们勇敢的正视了黑暗之后 会发现黑暗其实非常的猥琐 非常的弱击 直面真相也需要勇气 但是我们其实谁都无路可退 战友们 这是生和死的抉择 这是站起来还是跪下去的抉择 看看香港人的抗争 看看香港人的选择 只有反抗 才能保留自己做人的尊严 即使你今天和魔鬼妥协了 也别以为你和魔鬼做了交易 可以保全你自己 最后 只有死得更下贱 死得更卑微 比尘埃还低 比操纸还倾鉴 说是真大是快 这不 山东啊 就最新新增了病例200例 山东任成监狱 200名劳改犯 已经确认感染了冠状病毒 五毛啊 以后我们是不是看不到你们了 趁早觉醒吧 这就是今天的Friday Talks 咱们下期见